这是在切花泥 我要对那个石头养的蝴蝶兰做一些改造 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买的那个石头 洗水效果不算太好 如果我不经常喷水的话 上面就会特别干 因为我追求的是让它自动洗水 我呢就少费点事 花泥是能够吸水的 确切的说是能够存水的 没加水之前这花泥特别清 清飘飘的跟块海绵似的 吸了水之后就沉甸甸的了 我还真没有测它的吸水能吸上多少 但是凭手感也知道它能吸上挺多的 所以我现在是给它做一个座 像个马鞍似的放在这个石头上 然后我把花做在花泥上 这样我想就会比较适了吧 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达到 不需要我经常照顾它的目的 一个枝条不是那么好看 我就简单的给它刻上一些篮 假装是台阶吧 这个花泥就是我用来繁殖 蝴蝶兰小苗时候用的那种花泥 可以到花艺店呀 什么园艺店 杂货店等等去找吧 网上过去也有 花店插花的时候会用到 就是那种外面放一个纸盒 然后包着一束花 通常里面会垫块花泥 因为花泥能够存很多水 之前直接放在石头上的 这个蝴蝶兰 根已经非常干了 这还是前几天一直下雨 空气湿度挺大 我也就没怎么太喷水 但是它的根还是太干了 这个花泥的颜色 在空气当中时间久了以后 是会变颜色的 这时候就不会是这种绿色的了 很可能变得是黑乎乎的 那就跟石头颜色差不多了 我用边巧料做了一个小房子 放在那儿 有一个小玻璃盒 我准备把这个石头 放在这个玻璃盒里 玻璃盒的最下边 我还垫上一些石头 盒子是之前孩子们 养鱼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盒 稍微有点小 如果能大点可能更好 但是目前能找到它 就先用它吧 因为是做实验嘛 先不要投入那么大 这是一个鞍蠢淡的盒 我想这样垫在中间 我就省一些石头 因为石头也没有那么多 另外有这个盒顶着 石头也不容易移动 所以你就知道 我这个玻璃盒挺小的 12个鞍蠢淡的小盒 放在那儿 就快到边了 这是把一些碎屑 就是花泥的碎屑 放在最下面 因为花泥能吸水嘛 又铺上了一些水苔 铺完水苔 又架了一圈浅色的石头 但是后来看一下 觉得效果不好 就把浅色的石头 又换成深色的石头了 因为这个玻璃缸特别小呢 这个我大的那个火山石 就是装的满满的 在这个小玻璃缸里 这样余下的空间吧 就特别少了 没有足够的空间去造景 其实像这么小的钢 选择不造景可能更好一些 但是我已经准备了一点 小花去造个景 我就还是造下去吧 方案一 如果不选择造景 下面不要垫水苔 这样这个水就可以加的多一些 一直泡到这个小桥 而我具体实施的时候 选择的是方案二 就是我还会栽一点小小的植物 在这个玻璃缸的缝隙里 所以我就又加了一些椰糠 这些椰糠就是当做种植土来用 如果玻璃缸大的话 这些植物就可以假装是种在山脚下的 那样可能会比较好看 我呢就先这么试试 如果觉得行 后面我再找一个大一点的缸来试 我先用这个小钢试试就是 主要试试这些植物能不能和谐的生长在一起 它们的生活环境对水肥的要求 是不是可以长期这么样待在一起 其实这块石头我还拿到外面 拿锤子稍微砸了砸 说能不能给砸小点 但是可能我也不是很舍得下手吧 反正砸了砸也没怎么砸开 就放弃了 这么一整块大大的石头放在这个小小的缸里 那就只能让它们这么拥挤地待在一起了 本来那块石头算是高山的 结果被这么左塞右填的 就变成一个土包了 装成这样 浇水施肥就不太适合去泡盆了 可能会泡得乱七八糟的 那怎么办呢 就是浇水和喷肥 好在它用肥不算太多 我就尽量少给肥 让它们长得慢一点 也包括这个蝴蝶兰 因为底下毕竟是不漏水的 时间太长了以后 积攒的这个肥害 也难以清除 之前底下不是有垫了石头吗 所以呢 也不会说那么快就出问题 还是能够坚持 我觉得应该比较久吧 而且我觉得 或许没等底下有肥害的问题 我就已经又换了方式了 这个也说不准吧 下面一糠的颜色不太均匀 主要是吸水不太一样 有的干有的湿 慢慢时间长一点 下面的水往上蒸发 所有干的一糠都会变成湿的 颜色就均匀了 平时可以经常喷喷水 下面有水 水汽也可以往上走 靠近蝴蝶兰的这个花泥 本身能存不少水 那我想这次蝴蝶兰的 这个环境应该能好一些了吧 我就这样养一段时间看看 如果蝴蝶兰在这个石头上 过得还挺开心的话 就可以给它换成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 让旁边的那些小绿植落下去 这块石头呢 就假装是个高山 高山下面还有一点小树啊 什么什么东西的 我脑子里想象的 我觉得应该挺好看的 目前就先这么拥挤在一起吧 如果这种方式能够养殖成功的话 那蝴蝶兰欣赏的时间全年都可以了 有花的时候看花 没有花的时候可以看叶子 好 这个就先这样了 再去把万代兰的盆也换一下 我那个万代兰的之前用那个大白碗 一个是不稳 一个是也是有点干 我也给它装到一个玻璃缸里去了 也是从孩子那儿收集过来的 也是特别满 但是这个我下面就空着了 只是简单的放了一些碎石桃粒 和一些花泥的变角料 这个还比较简单 也没花什么太多工夫 放上就行了 但是因为有这一圈玻璃 跟着周围会相对湿一些 我是这样希望的 我现在觉得花泥可能是个不错的材料 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材料 说实话我也不太知道 但是我知道它是无稽物 它不会腐烂编制 然后它又能吸很多的水 还很容易切割 削一削弄一弄 就可以造个形 我觉得这个以后还能派上用场 即便是找到一块普通的不吸水的石头 可以搭配上花泥 削一些形状跟石头配在一起 然后把花放的位置靠近花泥 我在想是不是也可以呢 因为我买的这个石头 其实也没有很吸水 虽然看上去很多孔 那既然这样的话 普通的石头不是一样可以吗 这个玻璃缸里面非常潮湿 时间久了 应该会长绿藻 我是希望它长的 这个蓝花盆里还有一些这种苔藓 我把它揪下来 塞到这个石头上去了 我希望它能够在这儿生长 繁殖 因为这个石头上很多的孔 还挺好往上塞的 稍微压一压 就在那些孔里头就挂住了 想象一下 这块石头上长满绿绿的各种苔藓 会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可能会挺漂亮的吧 当有时间到外面走走 看看某些阴暗的角落里 能不能找到一些不同品种的苔藓 可以栽种到这个多孔的石头上 用蝴蝶兰造景呢 这是我的初步尝试 没敢用开着花的事 当摸索出经验 觉得还行的话 以后也可以把开着花的这么放上去 那就更漂亮了